《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长眼睛啊 站住 快点 那不老木家那谁吗 哥 我真不是故意挡着你们休息的 我就看公园风景好 我就拉了一曲 谁让你们大白天在公园睡觉啊 我真不是故意啊 还降嘴是吧 就你那把不行 字儿挖字儿挖的 到哪儿不找民啊 到公园就不找民了 再说了 你不是打扰我休息 你打扰到公园上阿姨跳广场舞了 你知道吗 把秦国莫说了 不要秦了 秦了 谁呀在这儿跟我管闲事呢 原来是沐家大小姐呀 好久不见了 没必要一见面就动武吧 这人你认识啊 他是我弟 哦自己人哪 快把把沐先生的秦还回去 快点 对了 哥 咱俩也算不打不三十啊 别别别叫哥 叫我黄毛就行 咱们这也是原本所致啊 我呢现在也改邪归正了 将军以后有什么事呢 随时分 那我先走了 将军再见 别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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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死 她们怎么见你就跑啊 还叫你翔姐 你回来的时间少 有些事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 而且就你这想当瓜子 也容不下这么多信心来 你还说不说 我让你做的事你也不能往外说 不然我还找你房子 这小白眼狼 看来不警告你一次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 你干吗 没想想 我琴呢 我就纳闷了 你说你俩小贴行也算高雅艺术了 干吗总是偷偷摸摸的 怕谁知道 用不着你管 我琴呢 什么你的琴 我家是有一把琴 但那是我准备送给大伯母的礼物 你说她也不会拉是吧 要不然 我正好告诉她她儿子会呀 而且还是每天练的 那叫一个祈祷弹黑废弃往事 为的就是给她一个惊喜 你胡说什么呢 那明明就是我的琴 你把琴放哪儿了赶紧给我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肯定要藏好了 万一丢了怎么办 说起来 择日不如撞日 要不然我现在就送给大伯母吧 沐亚强 你是不是不赖啊 你说你是不是傻 你有把柄在我手里还这么嚣张 就你这情商能找得行才怪呢 你信不信我马上我妈给你加房租 加呗 我正好把琴卖了 不 不便宜吧 行 我想想啊 算你还 说吧你想怎么样才能把琴给我 我想怎么样 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 这边 柜子底下 柜子底下 那边 那边 光头不擦呀 那边 过来 那边 那边 都擦完了 这样行了吧 这才刚开始呢 什么 我 我 都会想要 我 你这边 沈沈我 妈 沐松帮我洗衣服呢 你也有衣服要洗啊 都给他吧 我想想你这是干吗呢 你别误会啊 他自愿的 对 自愿的 特别自愿的 我自愿的 拿着啊 不是你自己说的 平时回家太少 要多孝顺孝顺叔叔省事吗 我太受触动了 我也要多孝顺孝顺大伯母 送他一把 给我吧 不 我应该都照顾他 不用不用 你给我吧 我可以的 我可以了 那你就成全他吧 想想你 给我吧 我可以我可以 给我吧 我自己习惯了 我洗衣服自己习惯了 行行行行行行 干吗呢 松松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松松以后 可是考清华北大的 你们 你们最爱的洗衣服 想什么呢 嫂子你误会了 不是这么回事 什么误会了 松我告诉你 给你给我上来 填表给我上来 你不上来啊 行 那我下去 妈 婶儿在咱家帮了这么多年忙 帮她洗个衣服怎么了 什么 遗物想遗物 遗物想遗物 我 我我也参加 我没问题 那就每天上午八点到十二点 下午两点半到六点半 相见 怎么样 这个时间上自习 那不就和实习撞车了吗 可是咱们这么多人 去哪儿学呢 得找个性价比高的地方 毕竟你整个暑假呢 南哥呢 怎么一直没回话 我怎么回啊 关键是我也去不了啊 能不能让南哥问问他家的酒店 有请提供一下呗 酒店 对啊 这样我就能一边实习一边学习了 爸 有个事我想请您帮个忙 应该行不行 可以啊 你说 都来我家酒店学习吧 已经跟我爸商量好了 免费提供场地还管午饭 不想想是疯了吗 不怕我跟我爸照早恋了